欢迎收看2020 宋明大头家 来看到罢免结束了 但是仇恨有落幕吗 天后江桂 也不过是在网路上面 他悼念了高雄议长许坤源 结果竟然被网军出征 围剿到必须要关板 而7月1号 安心国旅要上路了 那么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行销了 名字里面有龟的人 可以免费去游龟山岛 网友说这是最扯天平的 生兵行销吗 到底谁的名字里头会有龟啊 但万万没有想到 艺人蔡龟跳出来说 他的名字叫做蔡西龟 我们今天都要带您一块来讨论 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桃园市议员黄敬平 领导大家平安 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大家好 国民党副秘书长柯志恩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以及前立委李俊逸 大家好 好我们要来看到的 就是针对高雄的罢免 今天有最新的消息 韩国瑜表示他尊重民意 不会提出任何的诉讼 只不过仇恨真的有到此为止吗 当初没有挺罢韩的人 是不是现在就会被算账围剿呢 来看到天后江会 他呢在网路上面 po了一篇悼念许昆元的文章 里面其实完全没有提到政治 其实有了 他提到说请不要在这里讨论政治 好 他说很让人心疼和难过 高雄市议会的议长许昆元 以及呢这个警员李承翰和李爸爸 你们一路好走 放下一切的挂爱 安息吧 请家人节哀顺便 里面真的是一句话 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任何的政治 或者是政党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被1450被网友给出征了耶 好里面好多人留言说 黑道议长值得悼念吗 你是在怀念国民党吗 还有人说是华国议人不意外 那么也有网友看不下去就说 有必要出征到这样的地步吗 另外一个是艺人李明一 那么他并没有指名道姓 他在这个网路上面 po了一篇文章 就写这么几个字 他说一个充满仇恨的城市 会进步会好玩 好这篇文章呢 马上也引起了一堆网军来出征了 好网友说高雄人的事关你什么事 高雄人的垃圾自己清 高雄没有韩国瑜会更进步 好李明一就说 请问我哪里有写到高雄这两个字呢 你们非要跳进来对号著作 不分青红照白瞎霸凌 请问你们帮到高雄了吗 好有人说 哇好老派的硬拗 怪不得你没有节目 真的太老派了 那么李明一说 原来网路霸凌是这样 那么网友说 看你崩溃很爽而已 好李明一就回答说 了解了原来台湾只能有一种声音 那我们跟共产党有什么两样 网友也立刻反唇相机说 那你把这篇文章发在微博试试看 好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韩国瑜表态不提诉讼了 但是看起来仇恨好像并没有告一段落 只能你看江会 他完全没有这个提到任何的政治 连悼念的权力都没有 还被网军出征到要关版 现在是已经是网军治国颜色决定一切吗 不挺绿的人 连悼念别人都是罪该万死 连话都不能说吗 的确真的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唏嘘 但真的你看我们过去常说 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 那目前为止还是如此 特别是这么一连串的选举下来 你看看只要任何人将会 他过去唱的台语歌曲是感动多少的人心 而且你看看他脸书上的留言 还包括李承翰的父亲 他是放在一起 他不过是对于是长者的逝去 他感念 然后写个这个非常非常中心到 完全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 只是只要提到许昆源 就把他想到跟他喊国瑜 你悼念许昆源的意思就是 等同你支持韩国瑜 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延伸下来 以至于江慧这个台语的天后 他被迫要关闭脸书 他关闭脸书是五年之前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开始很担心 那我们这个二姐到底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会不会被这些网友的霸凌 心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个东西还叫做说 最美的风景是人吗 那李明依他过去在那个年代里面 就最有名就是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那引起引发非常多世代的一个差距 这个只要自己喜欢 从头到尾展现自己风格的人 请问他写一个 没有指明道姓是高雄的 请问写这样的部分 来发表他的言论 就是他喜欢为什么不可以 现在年轻世代 不是就是你喜欢 你做什么都可以吗 难道你只有你说的算 别人都不可以吗 所以这两位 不要提到这两位 还有另外一个911里面的春风 911是本土的这个所谓的地下乐团 是受到多少年轻人喜欢 大家把他吹捧能如何如何 也不会是春风 他感念许昆元过去曾经买票 买了很多的票来支持他们的乐团 以他的这样角色 以他们的关系 他上期坐的这样到许昆元的这个灵堂 莫哀致敬 然后这样的话也会被出征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只要认为跟韩国瑜有关 你只要稍微 即使没有明讲 你只要支持许昆元就表示你支持韩国瑜 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逻辑的连结 就会造成大家一连串 所以说你刚提到了 韩市长已经特别提到了 不要做任何的行政诉讼 他希望透过他的一个力量 能够让这些仇恨言语能够停止 可是很显然的很多人不放过 因为大家知道你不谈韩国瑜 你就没有收视率 你不谈韩国瑜 你就没有这个刷板的权利 所以韩国瑜还是倒在提管机 这就是我们台湾认为 最美丽的风景是人吗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所有的酸民 真的要正视这个问题 真的放下仇恨往前走吧 都不能沾到一点边 不然的话就很危险 他的逻辑就是这么样的 连接这样子牵托到这么多 那事实上是支持韩国瑜人有 难道不能允许有人支持韩国瑜的言论出现吗 只能是反他才是你们所认同的吗 这是台湾最可悲的地方 所以不要告诉我民主进步党 你认为这一串的事情都是在民主之风 对不起你从这一项的言论当中 我真的觉得台湾很多人已经失去了 对于民旨价值上的一个判断了 许光瑜一讲坠楼身亡之后 其实包括了梁文杰 王浩宇有几位议员在脸书po文嘲讽 立刻引发了咒怒之后还道歉三文 王浩宇的服务处在昨天下午 有大批的民众前往杂弹抗议 八名远警强力镇压 把三名抗议者给硬推上车 现场的民众一直高喊痛批 认为远警其实根本就已经是 执法过当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他们在脸书上的po文到底是如何 梁文杰他在脸书上当时的po文 他说吓死人了是有毒很大吗 哇立刻引起了很多人说 这样是不是有点冷血呢 后来他是三文而且二度套欠 但是网友还是不买单 网友说这些人不用党计处分的吗 只要四分斤的门槛要玩罢免的话 大家来玩 也有网友说内心没有一丝的人性 浩杰会随后到来 那么也有网友说呢 油嘴污蔑别人的话要罢免他 甚至是还要说要罢免他的立委太太 而另外一位是王浩宇 王浩宇当时也在脸书上马上就来po文了 但是之后呢他也是三文道歉 只不过他三文道歉之后 后来他又po文了 他就直直说 哇你看呢 其实啊来我的脸书出征的这些人 百分之五十七没有大头照 百分之二十一创立不满三个月 百分之三十三朋友低于五个人 所以呢 确实是有一股外部的力量 正在试图要造成台湾更大的对立啊 好这po文一出呢 网友怎么看呢 网友说哇又来了 共围啦 又来这个救援了吗 这是阿共的阴谋吗 然后呢 另外有人说 有一股外顾势力 除了你们的美国爸爸 还有别的外部力量吗 甚至也有人说啊 这个要发起十万市民光荣中立 霸王别姬全台起义啊 好我们看到 有明代拿别人的死亡悲剧来嘲讽 才刚刚道完歉 但是竟然又牵托说 是有外部的力量 试图造成台湾更大的对立吗 那么其实 昨天到场抗议的人蛮多的 是不是都是外部力量动员的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靳平哥 你昨天也去抗议了 你老实招来 你到底代表哪一个外部势力 所以我也在想 我是哪一个星球的 我是对于地球而言 我是外部力量还是外星球的人呢 所以昨天到场 王浩宇可能要感谢我一下 因为王浩宇这个 昨天的服务处 大概少了至少三代的鸡蛋蛋洗他 因为那三代的鸡蛋都被我抢下来了 还少了这个五六代的水袋 这个我呼吁群众尽量理性 保持这个冷静 不要冲动 不要丢任何东西 不要砸水袋 也不要为难警方 然后也不要这个砸鸡蛋 我几乎把包括沾江村议员 我们村长手上的这个鸡蛋 他可能这个会骂死我 所以我把他手上的鸡蛋 还有好几位的这个抗议的人士 他们手上的鸡蛋全部都拿下来 然后后来我就交给警方了 所以我说这个是外部力量的话 我真的觉得是王浩宇 这个大概是埋在这个沙子里面的鸵鸟 不愿意去证视事实 开玩笑 所谓百分之五 朋友没有超过百分之五 然后或者是这个设立脸书 大概不超过这个三个月 这些人难道就不能骂他吗 他之前第一时间 这个其实就是带风向 刚刚这个原因你跟大家讲说 梁文杰也好 还有王浩宇这些民进党的这个议员 他们第一时间在网路上企图带风向 然后放任这个他们的支持者 跟这个网路的一些宣民 在底下留言 然后乱七八糟去讲 以至于刚刚这个志恩委员在讲 那个江汇事件被洗版的 还有李明毅被洗版 就是因为带风向造成了吗 你们不记得第一次 那个过去曾经发生大阪 驻大阪的这个办事处处长 当时也是这样子 然后被带风向这种网军就不断的出征 就不断的怎么样 我觉得是在逼死谁 所以当下王浩宇跟梁文杰 虽然他们说三文的道歉 但是因为什么 因为舆论的压力 因为网路的压力已经那个 他们自己的脸书被灌爆了 被洗版了 被骂翻了 再不道歉的话 那他们妄为民意代表 就不是一个这个不适格的民意代表 就不配做人民的代议事了 所以算他们聪明 但是王浩宇我觉得是比较夸张 因为他本身在中立的在桃园市 不要说整个他的选区是中立区 就在我们平正的隔壁而已 昨天我到了现场 他说90%来抗议说要罢名他的人 都不是这个驻中立的 我昨天到现场 就算扣掉警方的人 除了这个媒体记者跟警方之外 大概我不敢说有八九成 但是起码中立人 中立的这个虚名 他每个都拿身份证给我看 至少超过五成 50%以上 然后我就是现场 我说你们有没有这个驻中立人 全部都举手都驻中立人 所以你从这个现象就看到 王浩宇非常不聪明的就在于说 他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没错他看准了一点 哪一点呢 这两天我们其实都在讨论 当然啦 很多人说包袱性罢名的 其中就点名梁文杰跟这个王浩宇 王浩宇呢 你现在如果要罢免他的话 大概要这个八万票左右 因为要这个中立选区的 百分之25的这个投票人的这个门槛 那跟他选议员的时候 只要一万六千票当选 是完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凸显出单一选区制 跟这个复数多席次 我们是议员是复数多席次的 选取的这个选品罢免法 同一个门槛 是非常荒谬不公平 但是王浩宇用这种没有人性的做法 又用这种发言 然后又不断的去挑衅刺激 我看不出来 他想要合理的这个 这个和平落幕解决这件事情 我只用一句话总结了 在昨天这件事情之后 民进党的议员私底下打电话给我 说啊 靳明哥 谢谢你们帮我们出一口气 赶快把他罢掉吧 这就是民进党议员跟我讲的话 你看连民进党的同僚 都看他看不下去 王浩宇人和有多糟糕 哇 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内幕 不过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你也提到了 现在有所谓的烽火式的罢免 当中被点名的也包括了 高雄市议员黄杰 好 黄杰昨天前往 许坤源议长的公计现场来悼念 但是走出来的时候 他显然明显情绪显得比较的激动啊 好 事实上后来就还原 到底在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原来高雄市法治巨状吴秋莉 看到了黄杰来到现场的时候 质疑她说 你这为什么要来呢 而且还擦大红的口红 又不戴口罩 好 那么黄杰就回应她说 我可以不来吗 结果吴秋莉就说 你可以不用来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其实黄杰在后来 她出来的时候就看起来很委屈 因此而暴哭 好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插曲 吴秋莉后来事后表示 她说她看到黄杰近来 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行为大辣辣的 她当下悲从中来 因此讲话讲得比较直接一点了 点出了黄杰 为什么擦大红口红 又不戴口罩 好 那黄杰也说 谢谢大家昨天温暖的关心 她没事 会尽快打底精神来 继续让城市回归正常 好 这个是黄杰的说法 只不过面对现在 有人说要罢免黄杰 黄杰的回应表示说 如果有特定的政党 操作像这样的煽动仇恨 会让人觉得很可恶 因为这绝对不是高雄市民 所期望的 高雄市民希望的是 回归正常平静的生活 不要这样一番说话 这个资深媒体人 谢寒冰觉得看不下去 也发文了 她说黄杰 你知不知道你的每一句话 都在打自己的耳光啊 只有韩国瑜是乱缘吗 为什么你不是 这些罢韩的不要这么恶心 从他第一天当的时候 就开始发动罢免 这是谢寒冰的这个po文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昨天确实 黄杰走出这个攻击现场的时候 表情看起来明显是非常的激动 但是基层的民众 已经开始连数罢免黄杰 到底为什么 我们带你一块来看 是为了议长哭吗 是为了议长哭吗 那个大红的 大啦啦的 走进来 他是想用个口 不再遮起来 他没有 一个很假的人 那你去那边哭 对我而言是在作秀 不要再作秀了 当你在霸凌别人的时候 你有没有慈悲心 你有没有将心比心 好 事实上 凤山这个罢免市议员的门槛 第一阶段大约是两千九百份 第二阶段需要两万九千多份 据说第一阶段是已经达标了 这烽火式的罢免 真的会成真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俊英委员 谢寒斌说 他认为黄杰说 这些煽动重恨的这些话 每一句话都是在打自己的耳光 是这样吗 当然每一个人在这个情绪上 大概都很能说理 支持韩国语的人 看到这个结果 当然心里面是绝对 很大的一个冲击 你说早就遇见到这个结果 我看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如果说早就遇见到这个结果 可能在之前选择的方式 就不一样 可能就会在投票前 就可能选择一个 比较直接对立的方式 所以大家都非常意外 这个事情 高雄是做出决定 这个决定之后 造成这么多的情绪反应 有人就正着这个罢免成功 想要再赚取一些政治利益 这个很清楚 刚刚在讨论的时候 有一些民进党的民意代表 在网路上可能 更加的 更进一步的去讽刺 或者说去挑衅这些事情 我的看法是 这个都是在 在秤罢免成功之事 都是在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这个没有道理 这个造成好像是 所有的账都要算在 民进党的身上 网路上也有很多这种朋友 他或许是支持罢免的 但是他的那个言论 后来也都算在民进党身上 所以民进党这个时候应该要去 做一定的澄清 到底这些人 到底跟民进党的关系怎么样 网路我认为跟民进党的关系 应该是很微弱的 民意代表你就很难 去说了清楚这个事 所以黄姐会不会被罢掉 可能性是很高的 可能性是很高的 不要说他 王浩宇 包括梁文杰都有可能 你说我们多其次的不公平 我们一万多票就当选 那七万多票才可以罢掉 我跟你讲 这次罢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投票的 所以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 那问题是谁被罢掉 所带出来的连环的 这种连锁的一个反应 这种仇视对立 就是越来越期望 不会越来越平静 我要这样讲 当事人也是被逼要道歉的 对不对 民进党的高层可能认为 这个议员们 你们这个讲话可能不太恰当 你要赶快处理 这个都被压着道歉的 被道歉的 被道歉 这个大家心里面 这样王浩宇他也不认为说 你看我被出征 这些人就是有什么样的 他也是在合理化自己 所以都是这种考虑 自己的政治的利益 一旦是这样下去的话 整个这个对立就没完没了 我第一时间许一长过世 第一时间我就在网路上 表达我对他的尊敬 你说我又是什么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判断问题 发生这个事 或许你不会去同意他的 所谓政治力量 但他的行为值得尊敬 我们就要尊敬 值得惋惜就要去惋惜 所以这个社会如果连这一点点 基本的所谓的理性都没有的话 那台湾大家就用拳头来决定吧 你说大家平静 如何平静呢 不过现在看起来 其实不只是像是黄杰这些议员 可能有点担心 其实有不少的首都市长 是不是都刺在等呢 先前柯文哲被问到的时候 他先把侯友谊推出来当党剑牌 昨天啊 他看起来似乎变得更害怕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你觉得民党非常困难吗 他还不会 今天要找一个改革的学生 你怎么看 我这个 大家共同的事 我现在这四年到这几年 才是先发生一下 比如说对民党来讲 人家都穷 所以你看 他四个都说 外面的政治上的纷纷扰扰 其实我不在意 我也不是我市长能够关心的 我们堂堂首都市长的态度 你刚听到柯文哲 他说希望大家忘了我的存在 我们要请教一下志强议员 现在首都市长是正在刺在等吗 在罢韩过后 是不是整个政治社会的氛围 就变成好像非我族类 通通都要闭嘴吗 其实现在台湾的上空的氛围 也是非常肃杀的 那我也很不客气的讲 其实一党独大的时代已经来了 这一党独大的时代 实际上你会发现 所有的只要是站在执政者的 所谓监督面的力量 其实都会遭到无限的霸凌 那中间充斥了各种的双重标准 那我讲柯文哲 柯文哲其实我 上次在咨询他时候 总咨询的时候我就问说 我想叫柯市长 你知道网路上1450有个舔共排行榜 你名列榜上吧 他就说他知道 他应该是第一名 我说不错 你还蛮有自知之明 我说但你也不用担心 我跟你同列榜上 好我们都是舔共排行榜 你会发现现在这每一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 网路上的网军1450 是怎么样去攻击 所谓的你任何 讲任何一点点有道理的话 即便讲有道理 他就一句话就把你打回去 就是舔共两个字 你看那个李明依 你看江慧 他今天讲的话 哪一点不是台湾的后岛 哪一点不是今天台湾 应该有所谓 往生者大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我们的良善的一个习俗 可是今天你去悼念一个往生者 你却可以得到这么大的一个 强大的洗版跟霸凌 为什么 我就讲台湾的仇恨 已经被豢养出来 但我也要提醒这些 所谓的霸凌者们 你们都搞错 你不要搞错 你现在去影射说许议长是黑道 然后说他赌盘开很大 如何如何 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 明讲高兴执政20年 陈菊谢长廷执政20年 你怎么可以容许高兴 有这么一个所谓的黑道的大尾 在上面 你们是在包庇黑道吗 所以你根本就是难以致圆其说 那你要今天要讲别人是什么 你证据拿出来 人的名誉是什么 你今天拿证据出来 那如果今天他有违法办计的事情 奇怪你20年不办他 更重要的是 你要不要听听看 陈菊以前怎么评价过 许议长的 他说什么 他说许议长这个人 有情有义 服务民众不分党派 可是现在呢 现在许议长过世了 你会发现另外一个标准出来 包括王浩宇 包括梁文杰 他们说完话道歉完 我只是问下一个问题 以前不用讲别的 以前李莱希讲的那个话 对不对 讲小灯套的话 国民党中央是怎么被究责的 请问 大家都忘了吗 所有的压力开始 要国民党中央站出来负责 你江启臣给我出来负责 全部要你站出来 国民党都出来处理了 表达我今天不认同这句话 为什么 这伤害台湾的和谐 国民党有立场表达 可是我要请问今天 今天民进党就是两个 这个民代 道歉了事 你有站出来表达 你的党的立场吗 这最起码最基本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像柯文哲 不要讲柯文哲担心 我这样就讲一个现实的例子 你现在霸函倒了之后 大魔王除掉 对不对 大魔王除掉 就要有新的大魔王出来 下一个是谁 三个人 反正六都全部扫光光 一个就卢秀燕 一个就是柯文哲 一个就是侯友宜 这不是预言 这进行事好不好 卢秀燕已经有人在做民调 怎么样罢免他的民调如何 他就还讲说要去撤下一个 接任他的市长谁呼声最高 早就在布局了 除秀之丸 在什么沙科 柯文哲有警觉心 所以柯文哲也聪明 忘了我 通通忘了我 当作没有我 还有一个侯友宜 我郑重推荐侯友宜 是啊 你们三个都绑在一起 谁也不用推荐谁 我讲难听一点 对不对 那就是说今天 可是回头我们 还是要问一件事情 台湾的民主最骄傲的是什么 说真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制衡 这制衡的机制 我们真的要一党独大的时代 我觉得这才是台湾人民 要好好想的事情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安心国旅补助 7月1号登场 为了要推广 龟山岛的观光旅游 观光局有人想出了一招妙计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安心旅游方案 那么事实上有两大方案 除了有这个老龟友寻根 凡是在龟山岛国小毕业的同学老师 或是曾经在这里的 驻地警察官兵等等 8月1号要一起回娘家 另外一个活动就是 如果你的名字里面 有个龟字的话 就可以免费登岛旅游 而且还限额只有20个名额 额满为止喔 哇网友都笑喷了 就说谁的名字里面会取龟啦 列委叶玉兰也炮轰说 这活动是讨骂吗 到底谁的名字会取龟啦 没有人听过的这些 都是骂人的话吗 网友就说 哇如果名字里面有龟的话 小时候被罚写的时候 一定会写到哭出来 因为笔话太多了啦 我真的会笑死 只是天才气坏耶 还有网友说 这乌龙派出所里面的龟友公园前派出所同源 可不可以来参加啊 网友说龟甲万酱油比较有机会 还有很多人点名日本艺人叫做龟离河野 列委高嘉瑜说 我长这么大 完全没有认识一个人的名字有龟耶 限额20名真的会额满吗 结果东北角封管处就说 已经在宜兰跟台南都找到名字有龟的民众了 分别都叫做无龟什么 第三个字不知道 好资深艺人蔡龟也说 他的本名叫做蔡西龟 妹妹还叫做蔡西瓜 网友说赶快找蔡龟来代言 我们来听一下蔡龟怎么说 小时候我叫蔡西龟好难写喔 老师叫我写蔡西龟 我连自己都写好久好久 真的是我就甘蔽写西方的西 哈哈哈哈哈哈 很讨厌的 就我同学说蔡乌龟 日本人去定期的 我定我老婆说我 我这个是日本 日本人去的 乌龟最 对啦 然后我还要听你 哦 哦 这人是什么 我们给你启舌 这个不好吧 知道有人的名字有龟的吗 没有 没听过 每个父母来养一个 谁会把小儿子名字有个龟 因为龟本来不是好事啊 对不对 大家收到龟的供服务员 39亿的交送不安心 国旅要启动了 好 这个企划要宣传观光 所以这个名字里面有龟的人 可以免费去游龟山岛 我们要请教一下静平哥 如果要多一点人去旅游 为什么不找名字里面有山的人呢 找名字里面有龟 这到底是天兵行销 还是天才行销呢 这个新闻其实让大家看了 会觉得蛮有趣也蛮好笑的 甚至有点哭笑不得 如果说交通部观光局 他们推出这样的一个 振兴国旅 过年旅游的这样一个计划 那想要创造一个话题 让大家注意到这件事情 然后用这样一个网路行销的方式 然后让大家觉得 可以共同参与讨论啊 然后也意外调出这个艺人蔡龟 因为这个新闻我才知道 他的本名叫蔡西龟 而且那个真的是绿西龟那两个字 他自己有讲说 因为他爸爸从小 他在那还没出生的时候 他爸爸就很喜欢绿西龟 在澎湖就碰过 所以后来就把他取名叫蔡西龟 把他这个妹妹取名叫蔡西瓜 那个西瓜那个西也是西龟 那个绿西龟的西 所以我也是因为这个新闻 大家才长了一些知识 长了一些见识 也才知道不为人知的事 我觉得蛮玩偶的 蛮好笑的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要振兴国理的话 那你这个就有待商榷了 如同刚远宇跟大家讲的 为什么不找这个名字里面有三的 要找龟的 如果是要这样的 你因为20个 就像高嘉宇也讲啊 全台湾要找到名字里面有龟的 大概名额不会到20个 没错 其实观光局他们也讲说 他们自己也承认 他们没有去透过护证系统去找 全中华民国到底有多少的 名字里面有龟 但是当然很多网友很创意 什么杰尼龟 龟仙人 这个忍者龟都可以 当然这是开玩笑哭手的 但是我后来发现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一直到目前为止听到了 观光局也说 有四个人符合这个资格 就是刚刚讲的 名字刚刚受绑的其中一个 就是吴龟雄老先生 后来他妈妈帮他取名叫吴奇姓 然后还有一个是吴龟 他的名字单名一个龟字 还有一个叫黄龟礼 那另外一个就是蔡西龟 所以这四个人名字都有龟 都可以登到 观光局也打算真的找蔡龟合作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话题OK 但是是不是真的不到20个人的话 你是不是就适度开放 甚至超贵也没关系 你想想看 一个人登岛才100块 20个人2000块 这多少钱的预算 那观光局会出不起 会出不起这笔钱吗 所以你不如多找一点 比如说名字里面有龟 名字里面有山 名字里面有岛 龟山岛三个都有 那他现在说寻找老公有活动 他既然都已经放宽到 希望能够在龟山岛国小毕业的人 或是曾经在龟山岛国 驻军的驻扎的派出所服务的 这些人都希望能够找回来 寻耕活动 然后登上龟山岛 那不妨开放全台湾 全中华民国 甚至名字有这龟山岛三个字了 让大家能够多多参与 多多以上 你真的才是行销 我觉得前面是创造话题 让大家笑一笑 像今天的这个 这两天的新闻 有时候听了会让他 这个觉得没有人性 很生气 那就算了 后面开始 你创造这个话题之后 是不是开始把它导入正轨 然后开放一些额度 然后真的振兴国旅 你要用什么方式 然后来吸引大家来报名 不要弄了一个这个笑话之后 后面有虎头舌尾 会让大家觉得说 难怪网友觉得 观光局你实在没有诚意吧 然后用这种 史上最扯的优惠 不过真的是解封了 现在连宗教活动也开始了 包括了大假妈 星期四展开 九天八夜的绕境活动了 不过今年真的是规定特别多 因为防疫的理由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九天八夜横跨四个县市 可是队伍会控制在八百个人以内 而且包括像是 奇嫁宴也取消了 而且必须要实名造册 还呼吁信徒 如果你可以不参加的话 直接在网路上 跟大家绕境直播 可以减少大家 都到现场去 只不过原本大假妈的团队 是说减少大家钻教底 但是现在指挥中心出来讲话了 陈宗彦说 如果要钻教底的话 会有工作人员来劝阻 等于就是明文禁止的意思了 好 但是很多网友就说了 6月6号之后呢 6月7号开始不是解封了吗 好 事实上呢 这个活动是在解封之前呢 保皇思贷上街头游行 为了要罢韩 人数有没有超过上万人 有哦 有没有全员戴口罩 没有耶 大家有没有保持1.5公尺的社交距离 也没有啊 完全是一个摩肩接踵的状况 网友就说了 万人罢韩爬爬噪可以 可是万人抱着妈祖爬爬噪 就不可以吗 绕镜只能够800个人吗 为什么解封之前 可以有上万人的活动呢 那么还有人说 只准罢韩游行群聚 不准民众钻教底 到底是什么样的逻辑 难道你的政治操作 比我的信仰还要更重要吗 好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当时这个黄丝带的游行 是什么样的一个场面啊 好 你看到这群人浩浩荡荡荡 人山人海 大家有戴口罩吗 这样看过去好像 没有什么人戴口罩呢 那么大家有没有维持 社交距离在哪里呢 也没有啊 这跟平常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选举的造势活动 有什么两样呢 大家真的是手牵手 新联系非常的靠近啊 好 所以是不是有双重标准 为什么双重标准呢 高雄游行的时候 还在防疫的阶段 可以万人上街绑黄丝带 现在已经解封了 可是妈祖绕境要求 必须要在一千个人以下 只准罢韩游行群聚 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我们要请教一下志强议员 你看罢免就解封了 绕境就不解封了 那罢免人情聚集 就没有防疫的问题 绕境就有防疫的问题 我要先讲 台湾现在当然是 防疫是最优先 所以以防疫作为一个 主要的考量 那对于所谓的 我们人群的密集的部分 进行一些管制 这个我完全赞成 即便说现在疫情降温 但是你要有一些 适当的所谓的警觉性 适当的一些辅助的一些规定 那能够不要让疫情 再重新起来 这个政策我觉得 大家是能够认同的 但是它就是一个标准 理论上防疫 就是应该以防疫做标准 但我请问大家 是吗 确实是吗 你同样的状况 今天在罢韩的时候 人群聚集万人聚集 然后也没有所谓的 那个距离的间隔 那你今天开始罢韩 包括说今天整个政府 其实动员起来 也是热见 今天那么多的人上街头 要鼓动整个罢韩的风潮 连高铁都还可以出个 500元的那个优惠票 让大家下去 助长罢韩的声势 可是今天绕境 却采取不同的标准 为什么 因为讲白了双重标准 现在已经是台湾唯一的标准 不是吗 今天所有事情就是看颜色 分立场 然后看今天是不是 合所谓的现在执政者的意 就像说今天黄杰讲的名言 最佩服黄杰 他说不要再煽动仇恨了 是你罢免韩国瑜不叫煽动仇恨 别人罢免韩国瑜就是有特定政党 想要来煽动仇恨 你这是什么标准你告诉我 当初罢免韩国瑜 你找个理由罢免韩国瑜 你做的就非常的高尚 你做的就不叫煽动仇恨 你做的就不叫激化社会对立 你做的就不是特定政党在背后 去煽动的所谓的特定的仇恨 别人开始要讨论罢免你 罢免得了你 罢免不了你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的双重标准太赤裸裸 所以可是今天回头 就是我们看今天台湾 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这所有的双重标准 其实它还是一个共同的标准 其实真的假白 像我最近常到校园巡回演讲 那我也在讲很多的一些例子 台湾过去的做法 比方说那个新冠肺炎的名字 到底该叫新冠还是叫武汉 比方说小明到底 政府不把他放弃 是对还是不对 我可以讲了非常多的道理 然后一个一个问同学 跟他们讨论 我说你们觉得我讲这道理 通不通 他们都觉得我讲的道理通 可是我说最后 为什么我被1450 这个网路上被霸离 骂得很惨 他说因为他们觉得 对网路上的人 对大陆非常仇恨 所以只要贴你一个 舔共的两个字的帽子 所以任何的理由都不用了 这是为什么遇到的这些 所有的一些力量出来的时候 你就看王浩宇 他们标准公司是什么 就说这是外部力量 就说把所有东西都推到外面去 只要舔共 只要筹共的帽子 情绪起来 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标准 我们来看到 这个所谓的境外势力 美国 美国的川普总统选情围棋了吗 现在有人要出书 来曝光川普的秘密 好 这个人呢 他是谁 他是前白宫顾问 叫做波顿国安顾问 他的这本书叫做 大事发生的房间白宫回忆录 出版了这个金额呢 大约会有台币5945万元 哇 好 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笔金额 所以呢 当然里面内容要有大爆料了 好 波顿就爆料说 川普要我对乌克兰施压 那么偷拿了民主党通屋门的内幕 来钳制民主党 第二个大爆料是 川普对于北韩和伊朗直言不讳的抨击 等于是承认川普在私底下 是偷偷的骂金正恩了 好 现在白宫赶快跳出来说话了 说部分的资讯是属于国家的高度机密 不准这本书出版了 川普也回应说 我们会阻止这个书出版 我卸任之后他可以做这个事 但我在白宫的时候不行 如果我当初我听他的话的话 现在都已经打第六次世界大 而不断被炒鱿鱿之后 马上就写了一本恶心不真实的书 内容全都是国安机密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才干得出这种事情呢 事实上现在看起来 川普的秘密全都录 那么但是川普现在是面临内忧外患 因为不但有疫情 而且还有很多地方的暴乱 川普还是说 他力挺大部分的警察 不过看来他的民调 似乎也出了状况 我说99.9% 但我们一起去 99%的他们都是 很棒的 他们不会被裁判 他们不会被我们的警察 不过川普的选情看起来很不妙 CNN做的最新民调 他的支持度调到了41% 相较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55% 大幅落后了14个百分点 比前两个月差距又拉大许多 而拜登已经超越了当年的希拉蕊 川普面临党内大咖倒戈 而且还有要初出暴乱 这加上这个街头又有动乱 我们要请教一下知恩了 对于川普的连任 会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到底什么事件是川普连任的最大致命伤 非常多的 我想波顿的这些的爆料 不过是对于这个川普 这个雪上加霜而已 而且他爆了这个料 其实大家都知道 私下一定会骂金正恩 而且他对于这个 所有一些国际的局势当中 即使是国家安全顾问初来讲 不过他的所作所为 其实都得到很多的一个验证 不过我想川普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来自于全部都是别人的错 而且他是不可预测 不像是总统的一个风范 包括你刚刚说的防疫 美国做的一团招 完全丧失了一个 所谓世界大国强权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表现 那因为防疫很糟糕 所以他也带动了 所有的美国的经济 最重要目前失业的人口 已经超过了3000多万 到4000多万 那这个部分 让经济雪上加霜的状况之下面 又出来一个所谓的种族 那你就知道川普 他过去从头到尾 就是一个白人至上 即使他今天也对于 所谓这个黑人 被这样子的一个击毙 做出一个宣誓性的一个作用 但是很显然没有办法 大家对于他 对于这个种族的一个平等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评价 更何况以前不管是对移民的政策等等 都在在的验证 川普是一个非常不适任的 所以说现在是输了拜登14% 那跟他过去在伊冈阿塞 他宣布要连任的时候 那个差距剩的15% 到现在负的14% 那如果说这个选情继续下去的话 我想川普的连任 应该来说的话 目前大家预测 大概是应该是一会被输给拜登 我只能说川普 他从头到尾所展现出来一个 不是美国总统的一个风范 最重要是他在这个整个政策上面 不管他在健保在这个经济 还有最重要在防疫这部分 让大家完全感受到 美国强权完全在上市当中 川普要负责最大的一个责任 总统曾经说过 台美关系现在是有史以来最好 那我们看日本的关系又是如何 也是空前的好吗 好到日本可以直接宣布 要帮钓鱼台改名 但是却不坑一声吗 好我们来看到 日本的十元氏说 要表决把钓鱼台直接改名叫做 灯也成间隔了 宜兰县议会赶紧发动说 我们也要改名叫做投城钓鱼台 甚至是县长林姿妙说 要邀请总统一起来登岛挂门牌 叫做钓鱼台路一号 民进党议会党团总召也说 不一定是总统出马登岛啦 只要是中央有足够层级的人 配合县府前往行动通通都支持 不过我们来看到 是不是现在如果说 日本真的改名 我们会失去鱼权吗 在去年的三月份 日本小学的教科书 就把这个钓鱼台 列为他们的领土了 结果呢 俄罗斯南韩和大陆 都表达了强烈的抗议 但是台湾 似乎好像没有听到 有人吭声吗 另外来看到 在去年的四月份 美日安全资商会议 发表了联合声明 强调美日持续反对 任何企图破坏日本 对钓鱼岛行政权的片面行动 并且重申了美日安保条约 但是呢 当时外交部的回应 也一样似乎是 对钓鱼台好像也是资质未提吗 而今年呢 为了反制钓鱼台更名 大陆的这个海警船 已经11次进入钓鱼台的海域了 但是这一次 我们好像也还没有看到 除了县长说 要去登岛挂牌之外呢 好像确实也还没有听到 总统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 这个军艺委员 台湾对日本态度 是不是有点点软弱吗 好像我们对钓鱼台 只剩下口头的主权吗 政府这一次 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严正的抗目 所有的执政者 大概面临到这种 所谓国际正义 我们主张我们 日本主张日本的这种情况 大概都算是一个头痛的时间 头痛的一个问题 日本可以不做这个事的 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做这个事 然后又掀起这么样的一个问题 你看他当初还没有改名的时候 台湾的民意大概已经慢慢可以接受 就是说把所谓的鱼权 鱼业权确保 这个问题就等待双方慢慢在国际上去做协商 这个底线是至少还可以接受 但是你改名之后 这个问题就变成被逼要去做回应 我认为我们总统府外交部 负责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的 相关的阁员行政的部门 势必是要站出来反对的 我想我们的民意 大概也很难去说 对日本的这个行为 那么不去做比较激烈的一个反应 所以基本上是被逼一定要去做处理的 这个处理就是反对他去做单方面的 没有经过协商去做这个事情 台湾碰到这种问题的地方 不是只有钓鱼台 我们在东沙南沙那边 也是碰到类似很多同样的问题 所以国际的问题 在国内现在的气氛下 就变成又是斗争的 很重要的一个素材 那对国内要想要在巴喊之后 能够平稳的度过这个情绪 恐怕是越来越难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6月7号大解封 酒店舞厅终于也解封了 哇 酒客是蜂勇而至 据说是大爆满 有酒客抱怨说 他到了酒店 根本等不到房间 等到了房间之后 等了一个小时 等不到小姐来坐台 酒客自嘲说 好像在自助KTV唱歌吗 因为找不到小姐 因为小姐转台来不及了 哇 台湾是不是真的已经出现了 所谓的报复性消费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靳平哥 可是很多人也很担心 哇 现在大家解封这么愉快 可是到了秋冬 下一波疫情来袭该怎么办 这很正常你知道吗 因为酒店 不管是我们桃园 还有台北还有台中 很多的算是酒店业 比较多的这个地方 几乎因为停业一个半月后 这个酒店小姐很多都 到处四处去打零工 然后有的打工 他们有签这个短暂的短期合约 然后有的是跑去 比如说做这个传播妹等等 诸如此类的 所以一下子 你看这些酒店开始副业之后 他们透过旗下的这些经纪人干部 这些就是大班 他们要抠回来 大概据估计 我也去问过我们桃园市的这个警方 还有阿尔市政府联合机察小组 在我们桃园副业的这个酒店去了之后 我是问他们看到这个情况 他说大概酒店也听业者在那边大吐苦水 客人回温不到三成 跟以前业绩的一半五成都不到 客人回温不到三成 然后小姐呢 回来不到两成 所以行程客人比小姐多的情况 也难怪他说他们几次去联合机察 就看到诺大的这个包厢 几个大男生就在那边喝酒聊天 然后都没有这个女生在那边 然后就没有这个小姐 然后小姐呢 他们说奇怪 我们也是等了一个半小时 等来的不是小姐 等了一个半小时 等来的是这个 这个政府机察官员和警察 然后叫他们拿身份证出来 然后有没有戴口罩 然后什么什么 酒店都会准备 如果客人没有带的话 所以他们也很无奈 所以有些客人就不爽 然后去了就买单两个小时 进来等到警察 跟等到官员 不是等到小姐 以前是想说 想着小姐可以进来两排站 拜拜站 然后开始挑小姐 不是这样 所以变成酒店业的业者 也在大吐苦水 但是因为现在是防疫的这个状况 才刚刚大解封 所以我觉得要真的回到 这个过去的所谓的那种龙井 九国那家九十肉铃的这种龙井 我觉得可能要到年底了 甚至更晚了 因为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其实都会怕 军委委员台南的情况怎么样 您清楚吗 我已经很久没有上酒家了 这个酒店是现在 你们年轻人讲的话 我们以前叫酒家 这个样子我们是欢迎报复性消费 但是我们不欢迎报复性消费 你不要把那个地方当成一个性服务的地方 这个酒店在过去酒家是在说事情的地方 是谈生意或者说疏解心情也有 招待朋友 你想我们之前来台南我带来酒家 走一招 这样表现我对他很重心 不管怎么样讲就是说台湾现在需要消费 不管你是什么消费 但是违法的消费就不行 那这种特种营业的场所 我们希望它是可以回归正常 在日本也一样 日本这种行业也不比台湾少 那日本这个情况跟台湾的情况 解封之后也是一样 那这个美国也差不多 英国那更扯了 英国关酒店的时候还被 那个酒店是pop 那它不是小姐赔酒 所以基本上是全世界大概都闷 快要闷风了 那再加上台湾现在 情绪大家在压力锅里面 所以这个特种营业 台湾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小确幸 欢迎消费 不欢迎这种报复性消费 我们先休息一下 他们和党中央讨论 国民党怎么看待他们决定 我想他其实最主要的部分 他今天脸书已经发布 那最主要是回应 最近从6月6号开始这两天 当中的媒体不断的就是放话 又是主席御驾 庆政又是朱利云等等 那事实上这些都不是 韩正英所放发出来的 而且事实上他在6月6号的时候 就已经在这个场合当中 就说他不提起 这个所谓的法律的诉讼 那他必须要对他当初所讲的 然后也希望能够因此而停止 一些纷纷扰扰 然后还给市民一个 比较干净的一个空间 让高雄可以往前走 所以他今天是他自己 就是权衡不久之后 他会在他脸书发放之前 其实有稍微告知党中央 但并没有作为所谓的一个讨论 我想这个部分党中央 也充分的一个所谓来做一个尊重 那也希望韩市长 利用这段时间 可以好好做一些的承前 然后再看看 下一步往哪里走 那针对法律诉讼 这件案件里面 就是尊重韩正英 那国民党就必须要 在最快的时间之内 找到高雄级可以出战的一个 谢谢大家